是啊 不做陌路人 有时呢一个举手之劳就可以阻止一场悲剧的发生 那么女子如果遇到袭击的时候 该如何防身自救呢 今天来教大家两招 在遭遇背后袭击时 如果歹徒抓住你的胳膊 可以论员胳膊向来袭的反方向全力转圈 同样是背后突袭被抓住胳膊 整个人可以向行进方向的反方向迅速转圈 挣脱对方的拉拽 如果与歹徒正面相向根据身高差距 可以选择用一只手猛击对方眼睛鼻子或是咽喉等部位 正面相向时相比使用手臂用腿部猛踢对方下体 是更有力更迅速的选择 遭遇背部锁喉可能是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情况 此时要保持冷静迅速下蹲身体 腾出空间用肘部猛击对方腹部或喉咙 制造逃脱空间 其实女孩要面对的往往是比自己强壮高大很多的对手 民警提示 避免遇袭最好还是谨慎出行 加强防范意识 遇事冷静果断 切记不做低投足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